我靠,前天晚上上架,只摆了30个小时,定薪支付28 247出零的话应该是3个W多,应该这个应该是3.7,3.8 衣服双加78,这一会我不知道价格,你任务带这么好的,但是他任务真就带这么好的 戴247出零的布膜项链,双加78的14段衣服刷任务,哪个任务玩家不眼馋 下一位,175能工,也是曲号,化成九层 我看下化成九层选版的最便宜的话应该1万7 融会关城加2千,1万女 施法特效有一个烈火麒麟,特殊展色,再加上一个2千 全身的装备都带 又来后床,拔布天龙的话 200,麒麟200,这个再加200,600,白则200,800 905,100,500 玉纸风1000,飞天猪猪111 或许,兄弟们这个外号,行囊带了一堆东西 100个洋花,证明花2000块钱出入的信息 4个拓展行囊,12格子,再加500 几一,自动刀杀500,武器500 第二个,极兴武器250 水晶辉光芒加900,第二套加180 看神器,神器估计是个91 我靠,就是一个满神器 这一面板,一般区最便宜的耐延是5千 耐延是5千,水耀的话是1千7 不对,水耀的话是4千,咱们就算3千5 沥水的话算1千7 一套的话大概是4万5千6 给它加上一个4万 帽子12段的永不摸准加神器胶 永不摸准神器胶150,大概是一个4千 4千加上1到12段帽子 再加上一个3千,7千 6千 我靠,三法爆 永不摸准307 加上一个1080 325,13真义,678,处零247 今天全是富哥们 天青,二曲万,七线五台 然后是奥运冠军 然后是天青,五,满天气 然后是满天气,十三三五 247数零 247数零的话应该是嗓客打出 应该这个应该是3.7,3.8 武器的话13乘一个8,624 分伤是520 520是米魔双加,1万多加宝石,1万7 衣服的话是打出暴击几率0.5 米魔双加76 这个衣服兄弟们咋算呀 算PK还是算上5呀 神器就好几万一个 极限的神器成本是4万5头底 能用的神器的话大概是91的话 成本的话大概4千,一万加1千 对于神器的话 挂多少钱总结于你们出去 PK的话吧 如果是任务的话 把它双加再高防御才高 PK的话 把它双加传达 这个衣服就有点 我不再拿得懂 295再加19 衣服314 双加78 衣服双加78 法术报级几率0.5 0.5的法报级几率差概乘5到17.5 法伤回转成8.75 8.75 也就是蓝子的法术报级几率相当于4千里的12.5 这衣服我不知道价格 这个衣服来看来个价格 介于PK和任务之间 有这个衣服刷任务最好刷衣服 它啥本台 公公啊 来等会儿找好 那哪号是公公 你任务带这么好的 但是他任务真的就带这么好的 他全身都是任务的 衣服的话 我觉得是两半三 这号比第一魔天宫强100倍 你说的是魔法果吧 腰带的话 永终魔损加星期一的腰带应该是一个 5500 5500加4000 9500 有人说他这个灵石 他这样的装备 为什么14段加13的法伤那么低 现在谁还看法伤 要看法博级率 散人的话 68米米别的 熔练两年以后是70米米别的星期一 70米结 最便宜的布膜白板 宝石贤是9000 一到13的宝石贤大概是9000 9000加有波索星期一的话 也是9000 1万8 三把报的灵石 三把报的灵石 应该是一个 1万4 1万4 再加1万行为10万4 这号有10多万 戒指是法上位的 不是伤害位的三把报 第14的 不细节了 要内酒 2万2 灵石的话 应该是6000 这个灵石的话 也是一个7500 1万3500 能打PK 打帮战 武器稍微伤害地雷 面板的话 打完速度浮世 雪防 伤得过 法报几率 它的法报几率 应该是18.5 17 速度740 得过去 带了一个毒王 进到四方加镜台 缺门法宝 7技能 野生 这宝宝又不会哭 毒王野生 没法宝 不太值得打法宝 但是它对象双撤 7500 这个技能是杀暴上有 风之地照 风沙之盾 我爱我 感觉不如法宝使用 有点花哨的成本 归宿精裁6技能 超级沈阳现在多少钱了 超级沈阳跟沈阳 挺贵 超级沈阳现在最便宜的6000多 沈阳最高 现在多少钱了 沈阳我没关注过 沈阳应该是7000多吧 沈阳也像啊 外罗 原来已经 沈阳兄弟们说 555千 我靠这宝宝装的也不错 这是79 这是52 这是52 变异鬼像 100 总级高了 好了 OK 加完了 所在福气 东海道山 175 129 有金色ID的染色版本 绿色版本 再加2500 好了 付架了 它这个号码 其实装卖是比较偏金素的 但是宝宝呢 没有 都才快攻击素 才快的宝宝 建议把这些什么神阳 什么的宝宝都卖一卖 然后换一个 包里 包里还有宝宝吗 包里确实还有宝 专用的也不方便宝家 120G专用版本 项链 不比系当光想 140的宝 把系当光想 这是爆两点 你给的项链 永不可损的一个衣服 32毛 身体 有人说28万 我还没往起家了 你感觉是28万 370 加2000 再加199 最终的价格262880 这个号你们觉得 打不打格 因为他有全身的布膜装备 整号的话 一般空号的话 是比较硬通货 平时的话 有人会喜欢法上 不喜欢法报 我觉得打格能够有戏五折 25.6 看一下孩子 孩子先一发 看到能限六 我估计他那孩子 应该到一千六 我是不是限一瓶可乐没喝 这孩子 加上打完折以后 加上一个2000 2000 行 25万7808 25万7808 我靠 前天晚上上架 只摆了30个小时 定金之后20万 定金之后22万 22万7最高 最高是23万1了 23万1卖 也就是现在的真实的成雕价格 今天咱们看到的真实成雕价格 咱们应该都是一个九五折九六折 这种样子 或者是 因为这些装备 就是每一架装备 鞋子 我算的是1.800 都是经得起推销的 被什么别人的白板鞋 一般三 一般四 这个鞋子要一般八 首先身体腰和混沌兽 是175 低的两把鞋 另外它鞋子的敏捷 是70点极限 没法再高了 腰带的话 雪房也不错 然后1到12段黑宝石 是一个小 13段黑宝石的价格 然后身体腰套贵 光备 然后耳式拨的是两万桌头 这个零式拨的是7000多 我觉得我的价格 除了这个衣服以外 基本上都是拿捏的标 空耗应该标 宝贵问题不大 所以应该就是一个折破的问题 人家没打 他打一下 他没打服 就正好跟我打完服 差不多 龙宫的司法确实慢 哎呀我去 秒10 龙宫秒1000多 他秒10的几率有多高 有20%的几率秒 我看他秒10分过分零 也就是秒7个的时候 基本上他基础的 当然是1500 秒10个的时候 就有1200和1300 1193 就是涉及到分零的 但是他把数暴力 绝对高了以后 秒10的话 就等于一种 分平压花的快乐